当与地球比较时 我们是如此之小 当与银河系比较时 地球是如此之小 当与宇宙比较时 我们的银河系是如此之小 而在宇宙之外的情况 也许我们永远都不能理解 启示录一章八节 主神说 我是阿拉法 我是峨眉甲 是西在 今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三节 我是阿拉法 我是峨眉甲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我是初 我是中 阿拉法 是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字母 俄眉甲 是希腊字母的最后一个字母 上帝 真神 是首先的和末后的 似乎它没有开始 也没有终结 时间的单位 时间的单位仅用于人类的测量 对真神 上帝 而言 他不受时间的限制 因为他包括了这个宇宙及宇宙以外的一切 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 神对摩西说 我是自有 拥有的 使用人类有限的智慧和知识 我们永远不能理解无限的永恒之神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节 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 或在身内 我不知道 或在身外 我也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第三天堂有人称其为三层天 使徒保罗似乎有过真神将他提升到三层天的经历 我们生活在一个三度空间的地球上 若没有上帝的帮助 我们无法明白第三天堂的情景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宇宙有多大 我们怎么能了解上帝呢 但是 谁创造了神 与我们可以画出圆形状的正方形吗 或神可以创造出他不能举起的石头吗 或可以同时存在无限大和无限小的事物吗 这些是同样的问题 所有这些的问题都不合理 这些无意义的问题都不应该被提出 根据圣经的启示 人是真神的手工制作出来 人与他有肉体和心灵的联系 他还希望与所有人建立个人关系 根据人类在外太空的发展 我们已经派出了许多宇宙飞船和星球漫游者去探索其他星球 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 我们仍然找不到像地球这样的行星 人们到处都见过不明飞行物 但仍然找不到像人类这样的生物 真神不需要任何人或任何东西来创造他 如果神必须通过其他来源创造 那么他就不是真正的神 为什么称神为上帝 是因为上帝是一切的起点和终点 而他是一切并且可以做任何事情 如果我们对上帝存有疑问 没有任何证据是足够的 如果我们有信心 那么就不需要任何证据就可相信上帝 谁创造了神 这完全取决于这个神是真神还是假神 真神不需要任何人或任何东西来创造他 但是人类可以创造出假神 请查看Lamp and Light 灯和光 视频信息 宣神真理101 真神造人 人造假神 真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 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虚假的神 如果说上帝是人类创造的 那么他就不是神 他就是假神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宗教的原因 人们不认识真神 所以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神和宗教 以赛亚书二章八节 他们的地满了偶像 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 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 看一看假神的雕像 他是由木头 金属和粘土制成的 真神存在于各个地方 他不会只居住在这些无生命的雕像中 不信神的人可以将神的形象造成雕像 并且对此感到满意 但是看看这些雕像 他们有嘴巴 但是不能说话 他们有眼睛 但是不能看见 他们有耳朵 但是不能听到 他们有双手 但是不能做事 他们有双脚 但是不能走路 根据圣经的经文 立位记二十六章一节 诗篇九十七章七节 和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八节 在真神里面 没有假的存在 这是对所有人的警告信息 真神是极度的神 他不希望我们崇拜其他假神或偶像 上帝的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研究 想象和推理 尽管如今无法用人眼看到上帝 但通过世界上所有事物和人的内心 每个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体验真神 耶利米书四章二十二节 耶和华说 我的百姓鱼丸 不认识我 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 有智慧行恶 没有知识行善 我们生活在撒旦控制的世界之下 而且对上帝给我们的生命和地球的供应 人们却没有感激之心 但总是将人类的苦难和世俗的混乱归咎于上帝 我们不能同时崇拜世界的假神和基督教的神 没有中立的余地 我们必须决定我们要站在哪一边 人类必须认识到我们有肉体的存在 并且有肉体上的局限性 但真神是灵体的存在 并具有超越人类之上威严的力量 若没有从上帝而来的圣经和人类良知的启示 没有人能理解上帝的属性 心意和救赎计划 那么谁创造了上帝 就不是科学证明的问题了 而是信心的问题 在证明的内容 我们老师的经历 一样的